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来自安徽的两支队伍 安徽宁国市政和安徽华裔是降入了一级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第九届春蓝杯世界围棋锦标赛也是进行了半决赛 比赛的地点是在杭州 这个比赛是在12月7号进行的 最终我国的陈耀夜九段和韩国选手李士时九段会试决赛 此外 在明天将在上海进行第17届三星财产杯世界围棋大师赛的决赛 两位世界棋坛的顶尖高手李士时和古力九段将会会师决赛 我们的明记经纪等一会将会请来我们的老朋友王源八段和球丹云二段 为我们详解古力九段在半决赛中立刻韩国名将朴婷环的精彩对局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接下来由我和王源老师为大家讲解三星杯半决赛的第一局 是由我们单身闯入四强的古力九段 对阵韩国的朴婷环九段 各位计划大家好 很高兴 咱们三星杯世界围棋大师赛是目前最抢眼的一个比赛 事实上刚才小球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说到在半决赛的阶段 那会儿是足够吸引人的眼球 他的情况就是当时是三位韩国棋手 然后中国只有一位古力 那么在李士时和崔哲瀚争这个决赛拳的时候 实际上古力是在和朴婷环争另外一个进入决赛的席位 问题是广大的棋友 固然我想韩国的棋友是希望韩国棋手获胜 我们中国希望古力获胜 在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大家很期待古力和李士时 他们能够在顶峰对决 对 所以在下这个半决赛的时候 实际上这一点当时很揪人心 因为他半决赛也是三番棋 是的 是的 这个是比较少见的 因为一般大赛的话半决赛都是一番 然后到了决赛是三番或者有五番的 对 因此这段故事我到现在 他在我心中的分量很重 我相信对我们棋友来说也是这样 那么事实上今天我们棋播出的时间是 12月12号的凌晨 零点 那么三星杯的决赛实际上在 12月11号的白天第一局就已经结束了 但是我们现在来回顾他们半决赛的这盘棋仍然很好 这是11月份下的 很好 我们现在就一边看这个棋一边来触摸一下当时这两位 古力九段和朴廷环他们之间的一些情感情绪还有记忆在盘上的冲撞 这番棋呢是古力 是直黑 是吧 是第一局 就三番棋的第一局 黑棋是古力 对 白棋下了一个幕外在这 对很好 这个开局几招之后就出现一个我想形容一下非常少见的开局 黑棋在白棋下幕外的时候直接进了三三 直接挂入在这 对 直接进三三 马上下一招棋一下就出现一个非常奇特的开局 对 小秋我问问你啊 你打了那么多棋谱 在最近20年当中你见过这个局部的双方的这个搭配吗 我好像很少见到 我的印象当中一点都没有这种印象 对 事实上我想跟广大的棋友报告我也是 可以说20年以来在超过一万局的这个对局当中啊 就职业高手啊 这个好像是仅此一例 出现这个形状 就有点像我们要去翻定式词典的话 在三三定式周边可能有这个 对 很好 一看这个画面就想起 哎呀 这个 你说这个新奇的变化是由朴廷环导致的还是古力导致的 怎么说呢 我觉得一开始这个幕外是朴廷环先下的 但是古力 第五步就已经三三挂入了 这真的是很匪夷所思的 因为很少会有人这样下 这也是体现鼓励的个性 对对 针锋相对 确实是 而且呢 独皮蹊径 它有这样的一种胃口 或者说这样一种精神 给大家简单说一说 因为这盘棋精彩内容很多啊 就是三三挂入幕外的时候 一般来说是要下这个 因为你下这个呢 固然是一种加工 但是它下一招棋尖出来之后啊 你又封不住它 左右两边白棋怎么获利 是一个小小的问题 那么一般是下这个 下这个呢 比较典型的就是 黑棋当然就不能飞了 飞的位置太低 它准备的是拖 拖 简单摆给大家看一看 然后断 白棋如果针子有利呢 当然最简单 一打一尝 对 尝一尝 你必须要吃 对 针子有利 如果能够针掉 总的来说呢 是白棋还可以烧好 那问题是现在针子不利 对 关键是它现在针子不利 针不掉 正因为针子不利 所以鼓励才进三三嘛 那么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下法呢 就是它叫吃 一段的时候它叫吃 虽然针子不利 但这也是一盘棋 粘上什么 粘上对 黑棋度过 打过 白棋长 退出 对 黑棋再尝出来 下一步这个加 是非常有味道的一招 加 那么黑棋只好二二虎住 白棋叫吃 黑棋接上 然后白棋这个必须要飞起来 黑棋 这招棋鼓励会 如果下成这样的话 鼓励会选择什么 我就不知道 普通的是跳 然后它开拆 依照鼓励的个性 可能它会下这一代的棋 在这一代就出现一个战斗的场面 对 这比较复杂了 比较复杂 其实这个白棋是完全可战的 因为左下角 黑棋被白棋结实先手 白棋特别着急的时候 还可以搬打结 是不是 是的 虽然这个战很重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 木外散散挂进去定式当中的一种 了解这一点就行了 因为我们不必纠缠着这么多的变化 定式的变化 那么朴廷华实际上下了一个这个 这个时候怪异的下法 奇特的 它跟古力一样 现在年轻其实都是喜欢求生求变 是吧 那么古力下一招 本来应该是飞出来最好 本来应该是这样 那么你如果爬 它就退 退一个 跟刚才我们摆了一个参考图一样 等于黑棋三三为基点 既可以出头 边上还有一点点眼位 这个白棋的加工并不是那么有利 所以白棋本来下这个是一个型 所以如果 哇 这一拐这个就难受了 这受不了 这个请大家注意 在这个黑白双方纠缠 在一起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形状 对方有飞的棋型 就先爬再拐 这要看难受 但是你先爬的时候 黑棋这招是好手 它可以飞这个 单飞一个 对 所以总的来说 这个棋型是 白棋这个二肩反加这招棋 是从过去 我学棋的时候就知道 这个棋型稍微有点问题 接下来如果你要吃这个 当然就不说了 那这个黑棋太欢迎了 如果这样吃黑棋反打就行了 把你这个子吃了 对 这样当然不行 白棋比较凶的是先尖 那么黑棋当然是挡住 下边一招棋 如果你要吃这个的时候 它还是几吃 这几吃这个白棋困难 你只有接这个 它这个再一接 好 以下就不用摆了 这边有断吃 这边搬了之后有个增子问题 这个牛不能压 压完了一拐 这三个子有受影响 脚上它这三个子 气比较长 你搬接一边 它就搬接另一边 没关系 所以总的来说 这个变化是白棋 二打一 但是不利 好 这个示意图就画到这 然后我们再来看 他们这些年轻高手 他内心想的什么 鼓励就说你不飞这个 说明你对于我这个脱段 比较介意 是不是啊 对 既然如此 那么你二肩反加的时候 我还是转过来 我很希望你给我还原 因为你不是害怕这个东西 然后再断 然后我再断 是不是啊 他就叫这个劲 事实上呢 当然还是黑棋这个飞出来最简单 那么朴婷怀呢 果然他就是不愿意搬 他就是要长 双方呢 由此下出了完全新的一个变化 非常有意思 黑棋在出头 靠 他这个不能搬断啊 因为搬断他一断 你这个蒸不掉 就要吃 长 对白棋街上 那黑棋就很朴实的把你吃掉 一下蹲我就把你吃掉 关键是 你这个针不掉 是不是啊 这个子又是起到引针的作用了 那总的来说 白棋二打一 获得了一定的外势 但是这个时空损失太大 因此呢 朴婷怀就下了一个棋 就是退 好 这一退 我们再来看这个形 小七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三三这个子 被人家两面夹击的时候 它里边有根 外边有头 那你说黑棋会不满意吗 就显然应该是黑棋是比较满意的 对啊 而且白棋这两边现在面临的都要开拆 但是他显然忙不过来 他拆了这边那边没空拆了 对 当然围棋变化很多 我们仅仅用一般的标准评价一个新的变化 得出一个比较模糊的结论 不过这个对全局的胜负并没有直接影响 尤其对于高手来说 好 我们接着看 黑棋搬 对 白棋搬住 黑棋壶住 这下一看 白棋两边反正都补不全 所以他干脆就不走了 他走这个 这就变成一个完全的新型 这接下来 我觉得黑棋也挺困惑的 虽然说两边白棋都嵌得起 但是他到底应该从哪边来呢 对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再重复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世事如棋 局局心 也可以说棋如世事 也是都是局局心 因此这样的画面 真是上万盘棋当中没有一盘棋是这样 一比我们下著名的中国流 经常前二三十招都很雷同 甚至完全一样 这个就从来没见过 是的 非常棒 这个可是世界大赛的半决赛 半决赛的第一局 那么接着小球刚才那个画 我们再来看 就是可以读出古力的内心世界 我们接着看吧 这是一个新的画面 然后他一点次 先追究你这边的责任 说你这个粘还是不粘 对 要粘比较重 是 那么他就叫吃 他就接上 上靠 当然 朴定华就选择的是上靠 对 好 这下边一刀棋 古力九蛋就非常较劲了 我们不说他的好话 他就是非常较劲 他就走这个 对 但是这一代呢 他有一个问题特别有意思 就是围棋当中的辩证法 我的意见呢 黑棋还是要搬 先把这边下了 一定是长 他这个不能断 因为断了上边打一下打别了 接下来呢 黑棋甚至可以考虑走这个 就是这招棋啊 他超出想象 顺便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你要断 被他一断 那么这个还不是很 不是很美好 你是可以吃啊 你这个也可以吃 他下一步再逼住你 对 要给你打结 但是也没有那么严重 问题是呢 有这个结 你这个只会不好跑 是 是吧 那么这个黑棋 可能也不坏 可能也不坏 但是就不太清楚 黑棋你查 他就先跳出来 对 反正你这种总是要补一个 是不是 总是欠一首棋在这 对 你又不肯卖这种招 你这个跟人家沾上交换 你对上面的气是有影响的 对 而且你走这个 他好像还可以打吃 这个挺怪异的 挺怪异的一个东西 是的 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接着看 就看出味道 本来下成这样之后啊 我觉得黑棋下一招再一补 因为他这个地方啊 鼓励就想 我永远不是断吃你的 我永远不是断吃 要走那种 是在旁边走啊 总攻这一块 就逼迫白棋接回去 对 但是这一招啊 这个病啊 虽然看起来像排排座吃果果 效率很低 挨着下嘛 但是啊 有了这招棋 我们发现这块黑棋 铁活了 很结实 非常结实 这有半只眼 这有一只半眼 对 已经铁活了 如果你没有这招棋呢 将来这个棋 被人家一般 以这个棋为活 还要补一招 关键是这个印头一出啊 我要么下一步继续 做这个文章 要么我下一步进这个 对 但是我觉得更妙的一点是 当白棋必然要补的时候 这个他一定要补这个 是的 是吧 必然要补的时候 我们发现刚才他挂脚 这招棋 不是非常好 假如早有这个棋型 他应该挂这个 注重实地 这个二将高挂呢 它是无情原流 但是它主要是虚幻 飘渺 是那样的意思 因动而动 但是如果我有根基了 挂这个就是缓手 对 这招棋就缓了 人家就算不理你 你下一步下到这 以下的变化 都是白棋这个结构 不太好 因此在下边这个正式当中 我觉得非常俏皮的 他有一个说法 轮着黑棋走 黑棋进去的时候 要采取公式的时候 白棋这个子变好了 变轻了 你轮着白棋走的时候 他花了钱做了投资 反而这招棋效率变低了 这就很怪 是一个悖论 但是我觉得这个当中 我们围棋的奥妙 就大家评评 就很有意思 就是你看我去走 反而刚才 我的前辈所做的事情 不太好 我什么都不走了 因为我的前辈 很有先见识明 早就飘在这了 他有这样的意味 很有味道 所以我建议他这样下 他补完了 让黑棋再回到上边 挺好 他实战的下法 实战他就进去了 就感觉他的思维 稍微有点乱 因为他本来是想下 想下下面的 结果点了一下之后 他又搁那了 如果说他不走 被白棋补到这的话 那他显然是亏了 对 稍亏 对 那他又换到下面去了 就觉得这个思路 看起来不是很连贯 对 当然我们在这说 鼓励下的棋不太连贯 要是鼓励看见了 他会比较生气 就这个意思 有各种各样的思考方法 但是我觉得 这样下 是他变成另外一种格局 倒不能说他不好 我们接着看 他飞 飞一个 然后他就在这 加过来 是吧 所以加过来 我们发现这个子 现在如果说 要放一个子 放在这 白棋就不走了 那是这个子最好 对 是吧 因为这个子显然太低了 就当初白棋 为什么下二肩高挂 就是因为考虑到 下得太近了 黑棋一定会返家的 但是他下得远一点 你返家起来 这个力度就差多了 因为他像云一样飘起来了 就不太好 捉住他 当然这个也很大 后来他也马上 白棋也马上就硬了 朴婷婷就硬了 他硬的呢 当然黑棋有 马马虎虎吧 反正这一线 马马虎虎 这个是棋的味道 怎么下都可以 对 行 我们接着看 另外朴婷婷和古力之间 好像有点特别的故事 我的印象中 他之前输给古力比较多 是吧 年轻人 因为朴婷婷现在 几乎可以说是 韩国最好的年轻棋手 古力 李世时固然是韩国的第一号 但是他基本上 算最好的年轻棋手 对 他有一度等级分是 越过李世时排名第一 但是现在最新公布的等级分 因为李世时据说是 这个家庭负担减少了一回 因为他的老婆孩子呢 去加拿大念书去了 然后呢 他觉得自己整个人 好像又轻松了 轻松了 所以能够全心全意的 重新投入到棋上面来 这样一来 他觉得自己的状态 会有所回升 对 这个朴婷婷的故事 就是从招法中可以看出这个 因为他关键棋呢 过去输给古力比较多 而且输的棋友 我们都知道古力是 古大力嘛 它力量很大 棋都是千头万绪 而且都是很火爆 我接触了不少 我们全国各地的棋友 当中的大部分 一有机会都跟我说 非常喜欢古力的棋友 所以这两天 咱们今天还有昨天 大家都在过瘾 看古力的棋很过瘾 那么 朴婷婷呢 他输给古力的棋 都是在那个千头万绪的棋当中 甚至于一度他很有希望 最后还是被古力 吃得稀里哗了 所以这个年轻人心里 跟古力下 他心里是憋着一股劲 用我们俗话来说 就是他很搓火 我们从招法上可以看出来 这个很飘的一招 这招没什么 黑棋下一步搬 白棋这个仍然是长 黑棋挂 这个也是好棋 而且鼓励的棋友快 就是跟快棋手下 小秋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怎么样 因为我不是快棋手 过去下棋的时候 现在就更慢了 叫老牛拉破车 跟快棋手下棋的时候 往往你心情调整不好 就容易搓火 为什么呢 你抓耳劳 想了半天下了一招 人家一秒钟不用就上了 你容易生气还不要紧 关键是你不要被他带快了 一带快你快去不如他 就麻烦了 所以一要保持冷静 二要掌握好自己的节奏 就是你不要被他的节奏所影响 这个很重要 对 这也是盘外的另外一种韵味 就是我们看围棋 我一直想建议大家 我们千万不能就棋 黑一论棋 比如说黑一在这 白二在这 黑三怎么样 白四怎么样 以非常平面的 单薄浮浅的看围棋的技术 我觉得味道少很多 要立体的看才有意思 那么接着刚才的话题说 所以这个鼓励一定是啪啪啪 下得很快 朴廷环到这下一招鼓励肯定 我推测又是没有几秒钟 啪一招又下了 但恰恰这一招 跳起来 这一招是有点 我觉得值得探讨 我们先看两招 然后再回放 他一跳 然后他鼓励这一键 我一看这个 就觉得鼓励就选择了一条 又是要走向千头万绪的这么一条路 泥泥之路 就是我看不清 敌人也看不清 这样的路我最喜欢 大概是这样 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小秋 这个地方 当啪啪啪下得很快 下成这样的时候 朴廷环好像走到这个 我们来分析左边这个旗行 就发现黑旗如果想要一心一意的进攻 没有这个条件 是不是 因为不太好攻 固然白旗没什么目 事物的另一面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旗行 黑旗其实最好的方式是不走了 因为它既有这个断的可能 是吧 还有实战的这个尖的可能 它有两种变化余地 还有这两种变化余地 下一招让白旗去补 你让他补 你说白旗这个旗他怎么补 白旗要补在上面的话 他补在这儿肯定是被断掉了 被断掉了 显然不行 你补在这儿 断又不行 各种各样的叫吃 很难受 你要补在这儿呢 又太萎缩了 也没吃掉 也没吃掉 将来他就有跟了滑向机来 这不是简简单的 你就没东西了 所以左边这个特征 恰恰是白旗 走完了之后 黑旗不走 是白旗最难受的 你走呢 当然 它是不是很难受 不知道 但是你不走 它最难受 还有考虑到 左边这个定型 黑旗已经使白旗不太好下了 这个转弯是最好的一招 最清晰的一招 而且也是最俗套的一招 一盖他就点三身 就变定式就完了 所以本来呢 我觉得左边应该是这样 但是鼓励他下得太快 同时他也想 跟朴廷华 因为这次这个比赛 他也知道 李立和李适时 他们都知道 下的时候就知道 全世界有很多维系爱好者 希望他们两位进入决赛 都希望 那么他就要用劲 他就要用劲 所以这招齐这个用劲 以及以下的用劲 固然不能说黑旗不好 但是我个人感到 黑旗完全没必要 就黑旗下得非常的强 他就觉得每一个地方 他要把它撑住 撑得很满 但是这也是符合现代潮流的 对 我们接着看 因为这个画面 从来没见过 贴起来 所以我们开始多议论一下 也先 它贴 那么白旗搬 这个鼓励呢 也是他并不是没有算过 他也算过 他就说你只要敢于搬这个 我这一轿吃你怎么下 他就接上 对啊 这个轿吃按理说 他要提啊 得 这一提 他一搬 是不是啊 就搬死了 搬死了 如果这个轿吃你不能提 而只能接的话 他认为你这个旗星就比较松 比较松 他当然也有他的道理啊 对 但是显然左边这一带就不太清楚 是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一接 黑旗飞 黑旗飞 这个黑旗是飞 是吧 对 挡住 然后搬一个 对 这个旗行的看起来也有点怪怪的 有点怪 有点怪 你看你飞这一瞬间白旗不走了 假设白旗不走了 就等于你是 很 这个 很扁平的一条地平线 然后他来尖冲一下 这也没什么 是不是 这个寻找一点头绪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也不是十分令人满意 但是关键他上边暂时他没有什么骑走可能他觉得 对 所以他干脆下这个 我们接着看啊 他打 搬这个 好 然后白旗 尖顶 这个是必然的 黑旗下立 但问题在于这个脚上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 对 他尖 他尖这个 黑旗挡住 对 脚上黑旗是欠一手旗的 对 小圈你这个脚上的变化给大家说一说 这个脚呢 是这样的 我们把它看成就是 以后如果说你要先手 比如说这个夹 然后这个打吃是先手 就把它看成这个局部是这个形状 这个骑形呢 白旗有两种打劫法 加这个扳一尖也是打劫 单点这个也是打劫 对 这个都是打劫 靠了他一打吃 反正只要大家知道这个 打吃完了这脚上是一个打劫就行了 对 没有近乎 所以说呢 这局部是欠一手旗的 欠一手旗 同时呢 他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味道 就是下一招当白旗接着下拐吃的时候 拐打这个 对 他要求你这样补回去 对 要求你补回去 你补回去 那我们发现 如果白旗下得着这个和这个旗子的呼应 就是左边这一片黑旗想要进攻的 他不是间的这个吗 对 全部落空了 因为你没有办法继续在这经营 没东西 他边上有漏着 这还有提 由此呢 我们来看下成这样的时候感到黑旗有点别扭 对 黑旗有点别扭 那么我们接着看黑旗为什么下一招鼓励还要硬撑着这个呢 他很撑确实下拐 对他就是要保证这个左下角是个打结活 对你要沾上或者下别的话就已经进死了 对 人家人家一路挡手 人家一路挡 这个一路挡变成后手就进死 所以他必须要用这个方式硬撑 但是我们一看这个旗啊 人家叫吃你一个软头的旗子 你深深的给他绷一个结 别的不说 我们就感到这个围旗的韵律啊 他没有那么协调 对 是不是啊 就有点硬 有点硬 太撑了 对 他就没那么自然 是 本来黑旗蛮好的 挺好的 一转身非常好 现在这一下就有点胶质状态 这个透明胶给你胶质住了 你要说他铁板一块呢 他摇摇晃晃又在动 就是这样 所以刚才回过头来看 就王老师强调 前面强调说 黑旗要双出去 这个双出去还是很重要 还是很重要 因为双出去很切 活劲 活得很结实 但是现在被人家搬断之后 人家外面厚 你又不好意思说这样坚持 这个太 这个理论上存在 但是有点触目惊心 是 不能这样想 行 但是这个旗的忧虑令说 很难判断 白旗呢 朴婷还很较劲 我们接着看 他先提了一下 先提了一下 黑旗走 这有故事 这盘旗啊 故事非常好 尤其是结合在 古力和朴婷环这两位 古力要年长一些了 因为朴婷环输给古力 在我的记忆当中 是好几个世界大赛 而且有些棋呢 是输的 都确实朴婷环心里很不服 苦大仇深 苦大仇深 所以下棋呢 会带上情绪 而且呢 这是三番棋的第一局 对 三番棋的第一局 是最容易体现棋手的心情 和艺术风格的 对 因为什么呢 他即使输了 他还有余地 对 所以第一盘棋一般抡得最开 好 我们了解了这些 再来看这盘棋啊 就是挺有意思 接下来呢 黑棋是一坚一提过来 是吧 白棋就搬这个了 对 搬下去 就这地方有一个故事 要给大家说一下 对我们广大棋友来说 比较容易吸收和消化的 大凡出现 三线和四线的子 它尖起来之后 如果三线的一方没走 下一招棋 白棋顺手一飞压 看他怎么下 他一般不会爬 因为爬太笨重 它一般会跳 好 你飞压的时候 它90%会跳 那么你这个飞压呢 占便宜的可能性 是超过70%的 我是试图 数字化的方式告诉大家 就只要出现这种情况 你就顺手一飞 然后再考虑别的下法 占便宜的可能性 超过70% 在这盘棋当中呢 就超过100% 后来如果白棋轮 飞到这个棋 就完全不同 但是我觉得我们广大棋 就容易吸收消化的 就是记住这个棋心 你只要飞一下 然后你再下什么都行 你先飞一下 甚至比你直接走这些 比你直接走这些 都不差 你只要飞着一下 然后再走别的就行 这一点呢容易记忆 然后我们再来看 实战呢 朴婷婷下这个 这个好像一直都没有飞 后来就没有空了 就没有空了 来不及结论 后来是被人家穿了 然后他又把人家穿了 然后形成大转换 好我们看 班这个班呢 也是朴婷婷较劲 这个非必要 就是说不是那么必要 因为这个棋呢 你即使是走完了拐一下都行 走完拐一下 黑棋几乎也只能走这个 对 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棋心 由于你这个顶势先手 实际上外边也还是可以的 对 有很多下法 这个他挡完了之后 我觉得让黑棋补的话 黑棋有点难受 黑棋要补只有贴这个 贴起来 只有贴 贴这个你待会还可以 对啊 就这意思 就相当于这个 他走了这个 但是朴婷婷呢 刚才给大家说了 你从他招法也看得出来 他的这个情绪 他跟鼓励下的情绪 我们知道高手之间相对 第一个 如果彼此都是高手的话 大家都很高兴 这是肯定的 然后第二个 高兴之外就开始 根据他们的历史的故事 就会有较劲 就有这些内容 有些棋也许不是很合道理 但是他兴之所致 他这个字就要这样写 就是这样 喝了酒了 就要这样写 写 他就要来搬 他接 非必要 不是必要的 那么鼓励 当然说你既然要切到我为家 难道你能不理吗 搬 黑棋就跳 白棋就拐 两个人都较劲 然后接下来这一招棋 又是可以写很多文章的一招棋 我只能简单说到了 就是作为本手 可以去走这个 他接下来的杀伤力是一样的 几乎是一样的 脚上就非常干净了 但是鼓励他这种性格的骑手 能够撑的时候一定要撑 是吧 你看他这下得多撑 要撑 他弹簧崩起来 就差不多就要崩断了 这样子 就到那个极限 他要撑 那么这个骑星一看就知道 这个点方的时候 如果咱们来下棋 我为了这个点方 应付他这个点方 我就要至少多花十分钟 我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我实战是不会下这个 但鼓励他不怕 我们看朴天环飞 好 下面这个飞 我估计一秒钟没用 因为这个骑星一看就是要飞 这个当然也可谓可以 也可谓可以 很舒展 那么朴天环 一点 点三 点二 点方 点二 三 那么接下来这招棋 小秋 这个真的是很为难 到底应该怎么硬呢 这个词 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先说一个结论 戏剧性的结论 下边一招棋 下边这招棋的人 要么水平很差 要么水平很高 在很差和很高之间 像一般的这些高手呢 他是绝对不会下这个的 那么说到这儿呢 我们其实 因为看过这招棋 也有印象 你看堂堂的世界冠军 世界第一人下的是这个 这个实在是 这个作为教科书的话 我担心误导 误导大家 不 这个王老师 我记得就是前一段 他跟李世时 不利跟李世时 他是下成了四节循环 那一招棋 也有个单机 那点的时候呢 他就是没肯单机 后来就出问题 他后来摆了一个变化 他说我单机上怎么样 他可能后来会 事后检讨 但我们只是一种猜测 他可能觉得 那个局面下 他应该单机 但是这个情况 好像不太一样 他怎么也单机 所以我在这 可以正臂高呼 跟我们广大的气候说 鼓励这招不要学 千万不要学 一学就坏了 点方你就接 那就完了 但是他是有故事的 就标准的印法 应该是靠 那么他如果要搬 可以断 你就加 就加就行了 接下来呢 白棋大概也是要靠跳这个 这个变化 我不想在这花太多时间 因为他一跳 黑棋也不理了 下一步他叫吃 一尝 是吧 这有个结 如果你一接 当然他一接 这也是结 另外他这个挡下来 好像也可以 你看你一段 他一吃 你一吃 一吃一提一扑 也差一期 也差一期 对 所以他的标准下法呢 他点二三方的时候 应该靠二二 应该靠二二 接下来呢 白棋如果要跳这个 争取外边的利益 黑棋就可以不走了 那么接下来呢 要打这个集 那这是一个打法 是不是啊 你叫吃 立下去 然后搬这个 你搬 你搬吧 他实在害怕 他就吃这个就完了 是吧 这也可以 此外呢 白棋还有一个下法 因为这个我们确实不能在这个细致的变化 摆太多的时间啊 你就吃 他一立 是吧 你再吃这个 那么黑棋就吃这个 你再一提 他就把这个补了 你搬 就给你打这个结 这个结是一个缓 缓气结 这是一个缓气结 这个是黑棋不用怕的 当然 根据结材的情况 白棋人家也有这个权利 有这些棋了 因此 这个地方摆了这么一些变化 说一个结论 就是苦力九段的这个结实 真是太幽默了 太幽默了 不能赞同 那么白棋马上要跳 问题在哪呢 问题在哪呢 就是接下来脚上 以后大家也可以看到 很简单 就是一个结 是吧 有一个结 但是他妙就妙在什么呢 这个结啊 白棋得靠这个打结 对 你要点他打这个结 是的 他就是很怪异的一个味道 就是万一 黑棋这块棋 确实被白棋吃掉了 周边在发生什么变化的时候呢 他的气比较差 他如果迫使你包围他的白棋 外边还要收气的话 会成为白棋的一个小小的负担 也就是说 说了这么多 我就是说 鼓励九段这个结 大家不要学 大家不要学 但是呢 他也有一点点微妙的味道 也有一点点 说不定呢 还算一个脱刀剂 如果我们要渲染的话 又使后来 朴廷环他一心一意吃掉他们 使这个局面出现了另外一些变化 就是我们大概就说到这个程度 强调一下 各位不要学 这一套不要学 难学 不应该跳下来 这个脚上黑棋要补啊 没有好棋补 确实 我觉得他这个街上 这个棋形怎么看 怎么看都是很变 你走这个 他待会儿煎一个 你是杀气你可以吃它 很累 然后你说我煎这个 煎这个 他就二路火安 一路火安一下 以后不是现在啊 你这个挡这个味道很怪 你几乎要走到这儿 走到这儿 最后被人家一收剪了 没有两木齐 好 就这个意思 说到这儿搁着 这个点方很少 就即使在中间的时候 点了也没有做单接接入的 这极少见这样的手法 我们就议论到这儿 那么下一步呢 朴婷环一跳 说我看你怎么补 就鼓励一火 干脆我就不补了 所以这个飞镇也是好棋 盯着这个的味道 它自己没法补 只不过呢 我想推荐黑棋 下另外一招棋 就这个地方围棋盘上 不怕犯错误 因为棋盘很大 犯错误之后啊 错误会带来一些 别的新的这个物质 使盘上会产生新的物质 很怪 因为围棋它够大嘛 够广 是吧 所以我们很浮浅的 总在说这招好 那招不好的时候啊 我估计围棋的 在天之神啊 会嘲笑我们 当然他嘲笑也没关系 因为他水平很高嘛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要立体的看棋 这个棋呢 我建议是什么呢 这一段是很难受 但是呢 刚才邱丹云说的一个 理论上存在的 但是眼镜一看 触目惊心很害怕的这招棋呢 可以利用它做点文章 这文章怎么做呢 就黑棋先走这一步 就现在把这放下不早了 先走这一步 我接还是虎 无论你接还是虎 你的眼位已经不如刚才了 对 刚才你一团就近虎了 是的 是吧 那么我这个 我觉得这个就不能考虑吗 这是一个 是不是啊 就就就 因为你这块毕竟没活了嘛 对 我的意思呢 就黑棋要挤这个 接下来白棋这招大概不会活 但是他吓什么 就是一个很有耐人寻味的问题 对 因为就算你走了这个 实际上人家这个将来还是先手 人家要搬过 就这个意思 我建议它棋风难处呢 可以从适应手开始 所以这个 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实际上 他走这个 飞 威胁着白棋外边这个味道 对 接下来几招棋 这条地方吓得太漂亮 确实他跟古丽夏 斗志也被激发出来 是的 非常漂亮 给大家摆几招 我们看他是 点刺 他也是问你的应手 这招棋好奇 你不能贴啊 贴了被从这儿搬过 他搬过了 这个招棋 所以只有印 我们看看这几招棋 哎呀 朴静华下的太漂亮 为其如此 由于对手下的太精彩 太漂亮 最后你还能赢的话 这个棋就更有戏剧性了 你冲 这个只有叫吃啊 再一接 哎 这个非常难受 讨厌黑棋 你肯不肯这样做 这个不能打 打了影响这个角色的变化 那你只能走这个 走这个主要是你没活啊 那还是要靠这个 还是要靠这个 所以他就 没法退 退无可退 怎么办呢 只有反击 反击的这一招呢 他就像是一头撞在南墙上 我们看他 这个反击这个 靠这个 接着看着他叫吃 哎呦 这两招一打 太难受了 这个棋型我们就放在这 请大家注意 第一个黑棋的眼味受影响 第二个这三个子还没有吃进 就吃不着 就吃不着就看他怎么逃的问题 那总的来说 黑棋刚才很漂亮的又飞了又震了 这个棋型啊 很显然就出问题了 对 所以呢 我也是结果呢 我才在想 后来我看 我说鼓励这个不要飞 先问他的应手 这个就更有味道了 所以我才产生这个想法 行 这番棋有很多很多的精彩啊 咱们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再接着欣赏 好 欢迎回来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解 这盘精彩的对局 有鼓励对阵朴英环 对 但是从我们刚才说到的情况开始 来看啊 这个一头撞在南墙上 他是必须借力 必须借力 但是他本身 由于这招棋啊 他撞得对方那个墙太硬了 所以我们总是感觉勉强 对 黑棋有些勉强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么白棋这一串打完了之后 总是扳头 黑棋必须顶 白棋再出头 长 从长 叫吃 对 这个棋有意思 白棋是长 是吧 白棋长这个 长这个 因为他冰的这个段 对 他满要出段 所以黑棋必须要补断 必须补断 然后白棋 那个必须长出来 黑棋这个要贴 现在我们看这一代 如果要理他的线索啊 刚才说了千头万续 是左边啊 这边也是 这真的有点乱 这块棋呢 没有活进 人家一肩就有棋 对 而且补还比较难受 但这个外围呢 这个棋心令人不放心 这个有点薄味 这也是有搬出来的 对 有搬出来的薄味 还有这一代 这一块棋啊 就算他打吃着这个 打吃着 一只眼 他是没活 当然他有个扑了 也走那些 那个令说 一扑完了一尖 对 这块黑棋也没活进 还有这块白棋啊 如果这个只被他接回去 也不行 所以黑棋这个提示先手 这有一块棋 这有一块棋 左边这破破烂 也不知道是什么 千头万续 棋很烂 但是我们 整个的印象是白棋好一点 对 稍微好下一点 但是这个局面很难掌控 确实 对 然后现在是白棋长这个吧 这刀棋就朴廷华 下得太高兴了 我觉得 您觉得他应该 对 我觉得他要考虑震头 震过来 因为这个班虽然难受 你就猴就是了 还有他无论用任何方式 跨出去的时候 你再顺势出去 那就好了 这个让他的头就歪掉了 对 所以这刀棋怎么样 不知道 但是感觉上呢 这是令黑棋稍微比较 比较讨厌的事情 或者说他 这个堂堂正正的 一挺头这招棋 是我们欢迎的 或者这么说 好 他一走这个 当然黑棋一跳 黑棋一跳呢 这块棋已经扬长而去了 这个地方 这个挖段是完全不成立 由于这些有先手 这里 那么白棋呢 现在面临的这边 这边还有班族 到底要怎么办 他先飞了一个 这也是好棋 哎呀 这一飞也是搞得 我们鼓励比较难受 这个棋行呢 他居然没办法 只有走这个 因为你不能走这个 是吧 这有蛙 对 这个棋被人家打成一团饼了 你当然靠这个太危险 这有可能被人家直接穿断 有可能直接穿断 肩这个也不行 靠这个也不行 那你如果不愿意走宿舍 你就走这个 但是走这个呢 人家以后这个又是先手 所以最终 无奈 只有双板凳 这一双 当然白棋顺便一捕 这个就把人家毛病补掉了 对 现在 毛病 它就补掉了 然后这块棋还没好 这个棋呢 感到有点 黑棋 还是 虽然白棋也许正这个头更好 但是总的来说 这个棋还是 黑棋辛苦 我们接着看 黑棋是跳 靠 是吧 现在的白棋呢 就是这两块棋 没有完全处理好 这个已经看见 差不多一只眼吧 对 但是黑棋 大半个眼 对 黑棋这儿是牵棋的 这儿牵一首棋 刚才一直都牵人 没控补 这儿还牵一首棋 两个脚都各牵一首 各牵一首 对 当然了 虽然说牵 但是我们现在 如果你也不能把黑棋 说得那么困难 它肯定是困难 你如果数白棋 黑棋的钱 也要数它的空 我们发现白棋 也没空 对 因为这个花架子 不能说有空 你补一招都只有不到十木 折半算你五木 然后这一段 人家一提 五木都不到 这个地方更没有木 所以白棋也没木 对 但就木树而言 肯定是黑棋比较好 黑棋 你说黑棋好 我也就在看 这个地方还欠了一半 黑棋的木 这个地方也不清楚 是吧 将来如果你这个地方 要成空 人家就一提 你就很难办 所以黑棋也没多少空 这个棋就是 大家都很难 叫天下大乱 纠缠在一起 好 下边一条棋 白棋忍不住了 对 先出手了 这个棋变化很多 很难说 小球我觉得 当然我们鼓励 是善于从千头万绪当中 理出头绪的 作为朴廷华来说 他就想找一个支点 他这个杠格 需要找个支点 不然他也晕了 线索太多了 因此他想用这个地方的一个结针 作为一个支点来跳动地球 他就尖 这个思路也容易理解 因为人家朴廷华也是世界冠军 对 他就护一个 你为了做活这个 你不能立 立人家作眼 死了你 你只能点 你要做活的话 只能点 他在一班 这个就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成为结针了 那么白棋借着打这个结 就像一个拐杖一样 处着这个结针 一步一步再往外走 那黑棋就很被动 对 可是黑棋这个被动的局部是没有办法化解的 它就是这个变化 只有一个方式可以化解 就是不理他了 脱鲜 你要吃 我去让你吃 这就解脱了 这个对我们大家 我想也应该有一些启发 至少是这样 在激烈的战斗当中 如果我们患德患失 或者说我们什么都想要 那这个战局就很难维持 对 只有有所要 有所不要 这个器材精彩 好 朴丁环一虎 黑棋搬过去了 黑棋当然就搬 不理了 那朴丁环也较劲 我走都走了 你不走 我当然就搬 吃掉 先吃了 这一吃就全部吃掉了 对 这样吃呢 比这个打劫吃好 就对黑棋来说比较好 因为刚才打劫的话 人家度过了 现在他这个还没度过 以后万一有点什么问题的话 有可能会杀气 对 有可能 当然 如果我们说这个题目是外边的白棋和里边的黑棋 在某一种条件下也许会收气 一收气白棋就惨了 为什么呢 他要补一二三四五六七 你等于里头要填七木棋 这就惨了 但是呢 由于他这揣着一个眼 他就不用收气 就要有眼杀无眼 为什么我们刚才说这个眼是大半个眼呢 就是在特别的情况下 黑棋还有蛙 你比方黑棋就走这个 你要坐着眼再蛙这个 特别特殊的情况下 这个就是算这个故事当中的一个内容 行 白棋把它吃掉了 黑棋搬这个 这也在朴亭环的预料当中 你搬 他也不领你 跳 就这招棋 以下的招法呢 我觉得确实体现了古力九端 他的嗅觉 按照我们常行 普通的感觉小球 我觉得这棋应该是boss 因为boss也不好跑 但是虽然他不好跑了 但是他外边的头毕竟露得大一点 比如说他下一步在准备这个的时候 你这个是补还是不补 是不是 或者是这个地方 他扎一下 现在你得接 他这个棋是非常好的一招 这招一走完了 恨不得下一步就还有这些手段 说不定还有吃完这个的这个手段 那么这样一来你吃起来就效率就低 对 所以鼓励啊 他的嗅觉就是对于这个形式啊 有足够的危机感 对 或者另外一个说法吧 每一招齐都追求他所能够达到的最高的效率 要撑到极限 他居然是走这个 跳在这儿 他就把它看成是死的了 是这意思吗 我也不太明白 对 就差不多你就要吃也吃得大一点 这也大一点嘛 还有你跑嘛 我暂时看看就是欢迎的嘛 这张牙舞爪的就算把你吃了 追求效率 你要赶紧跑我就要吃了你 对 那么白旗这个也是好手 这个段是好手 这一段呢 按照我们一般的想法呢 就是吃这个 这个就吃干净的 但如果这样的话 白旗肯定不会跑了 对 他就不跑了 因为他既有这个叫吃的可能 又有那个叫吃 也有这个叫吃 一定的时候一打结 他可以先尝一下 因此他就放在这儿不走了 他走这个 他还是走这个 你这个必须接 然后他再一跳风 你左边先说清楚 左边已经说不清楚了 这个旗啊 小乔 我们就发现刚才这个 有多勉强啊 对 不要说白旗下去 白旗不下去 让你回去 你说他怎么回 你看我们就发现太纠结了 你回这个吧 将来他再试个硬舌 对 这他是无忧结 几乎是 当然关系到左下的结症 也很难受啊 你接这个不是 他待会儿这儿还有断吗 你搬这个 是不是待会儿 还有吃这个 所以这个旗行 被他一跳风这个的时候啊 这黑旗是非常难受 因此呢 鼓励他的心里啊 真的是 而且也是对的 不是想吃掉他 不是想一心一意吃掉他 是巴不得他跑 只有他跑才能给我解决这些问题 因此下一招棋就很容易理解了 长 把你损的地方先收到 对 这个显然是损的 这个教会 因为对那边是有影响的 让你这个先损进去之后 你这不好意思不跑了 对 你这个必须要跑 腰白损了 他借着你跑 他企图借着你跑解决他的问题 对 这个 他这个嗅觉是很好的啊 其实这个战斗依然很激烈 但是从结果来看 当然黑旗是吃不到白旗的 对 就是很勉强的 对 他肩队个居然很意外的发现 不好吃 不好吃 这个不好吃 因为黑旗自身没火 这个地方黑旗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这个有很多变化 比方说你吃这个 还接上 我们发现呢 边上只有一只眼 因为这个是他的先手 是他的权利 特别着急的时候 他还有这个 搬了挤 但是现在就这样就够了 我们发现黑旗这只有一只眼 所以黑旗要吓得狂一点呢 本来有这个扑 鱼蹄 鱼蹄蓝他不能吃这个 因为你吃这个 他给你送一个 鱼蹄他在街上 你这也不是两个针眼 是吧 所以黑旗要走这个 走这个如果你要接 那么他有这个叫吃 这个先手 这个算你病掉吗 这个叫吃 然后在一尝的时候 这颗旗可以活 对 当然脚上受一些牵连 毕竟这颗旗可以活 但这个变化背后还有一个 所以说到这呢 我先说一个 就是说对现代旗局的感受 现在年轻人 他都喜欢摩擦身垫 这个旗啊 黑白双风要扭在一起啊 因此他出现了很多 这些局部变化啊 都不是你用理论啊 大局啊 方向啊 这些可以解释的 因为黑白双风缠在一起的时候 能量在一起进行对冲的时候啊 随时就是那句话 产生新的物质 非常稀奇古怪的变化都可能出现 这现代其他特点 好 我们接着看 还有一个稀奇古怪的变化是什么呢 他一扑一提 在他需要的时候 他走这个 那么白旗呢 很妖怪的 还有这个 团在那儿 对 你说你吃啊 是不是啊 这个我们看成他的先手呢 挡 他还可以挡这个 你说那不行啊 我这一提过来啊 那一提要通了嘛 这不是活骑吗 但是在极端情况下 他让你连上也是死的 让你连上也是死的 有了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呢 就意味着当黑旗要走的时候 这个地方他一扑 白旗一提 黑旗走 这个的一瞬间 白旗不走了 他留有团一个弯杉来吃你的可能性 那么将来你是不是百忙之中 你还要补一个啊 这个棺子等于是四目旗 这个是黑旗心中的一个痛 因此我们了解了这些变化 再来看他这番旗就更有意思了 总的印象 千头万绪还是要给大家总结一下 总的印象 黑旗艰苦 就是这么一个印象 依然很乱吧 到现在为止 黑旗飞 那么白旗下一招尖 这个黑旗这个头必须要搬住 搬住 因为他这还有这个叫吃 所以你如果企图用这样的方式去吃他的话 你自己这个地方可能先手背他 先把你切断 然后这个地方他还可能杀出一条血路 那么古力实际上选择的是这个搬 调定完叫吃 挖吃 对这个挖吃基本上属于朴廷环的判断 看了两招以后 他以为这个旗他已经占优了 他还是年轻了 浮潜了一点 要不然这个是应该保留的 是应该单搬的 因为随时都是你的 这个挖吃他可能不要了 对不可能 你吃这个这个被我耗了 他都不见得便宜 对 所以既然这个是他的权利 他这个就应该不走 先留着 绝对必要的时候再走 这个就差很远 好我们看他这个走了 这挖吃又是笋的关键是 对 他一搬 他搬 对 他骑 沾上 可以沾上 这招鼓励也只好这样下 等待一招 下一招 他一跳的时候 一看这个旗行就知道 朴廷环第一个差不多该赌秒了 第二个呢 这个旗行一跳 觉得吃不着 因为你这个显然塞不进去 已经跑掉了 已经跑掉 这个旗他就已经赢了 优势 我们这个觉得他还比较谦虚 他认为仅仅是优势 没有赢 但是这个显得他年轻了 这个旗他就是年轻了 那么如果白旗这招旗下这个的话 这个黑旗有点难受 就他两边都有叫车 他都不补 然后借力 他单班 这个不打吃更好 这个我看了半天 我觉得黑旗太艰苦 不知道怎么下 当然回过头来 如果很早很早以前 这个飞鸭就交换过的话 那这个故事就完全不同了 对 行我们看实战 这现在是什么时候 也走不着那一下了 王老师在很久很久以前 就让他先飞掉了 对因为我也是结果论 结果论 但是我觉得呢 这个结果论有一点 一点点逻辑性 就是煎完了头之后 这个飞鸭往往是便宜的 正如这个 顺便摆给大家看看 如果你下了这个煎 对方没理你 这些加工是可以考虑的 但是基本上 你第一时间飞一下 放下来再走什么 都来得及 还有飞一下 他一跳 你就不理了 都是便宜的 超过70% 好 我们接着看 黑旗很冷静 黑旗必须先自古 而且是先手 然后白旗接上 白旗很老实的接触 下一条旗才是这盘旗真正的精华 这个什么叫鼓励的力量 这旗一看都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 结果他居然要给你扣断 这个简直令人感到恐怖 这完全不是想象的 所以我刚才在想白旗 能不能补在这儿是不是好一点了 有物让他薅掉 这个也盯不住 这个不 也不好 那就沾上吧 就沾上 就沾上 他因为他没有料到这一招 他可能不会 因为他如果说挡住的话 他是单断断了他 对 还是挖断的 单断挖断都可以吧 挖断好因为单断也行 他关键是朴廷环在想什么呢 这些变化他都很清楚 就是下边这个地方 你一招其实活不尽的 这块黑旗活不了 这个提过来这个眼是假眼 只要他一扎一扳 你就碎了 关键你这个地方你怎么补啊 所以呢 对对方的毛病啊 看得太清楚了 自己的缺陷反而就没怎么注意 也有这个 这个故事啊 也有这种可能性 好我们看鼓励靠 白旗现在没有硬了 对 他走了这个 病了一下 这个病是他的先手 然后把这个爬掉 先把黑旗的盐给爬 对因为爬没了嘛 他要扳断你了 这个鼓励是不是要先提一下 这地方刚才提了一个 他批他一下 走 鼓励一下的很清楚 白旗是扳这个的 现在是扳这个 他先扳这个 对对对 是这样的 黑旗一提 他提 然后你接 他藏这个 黑旗藏这个 对 再并断 并掉 对对对 要求把你这块先圈进去 对因为刚才靠的时候 直接硬不行了 所以他想借力 借力鼓励 干脆就把它切断 这个一切下去 如果不是关系到大龙的 这个生死的问题的话 这个简直无穷大 最早起 对啊 巨大 因为这个脚接下来 黑旗再加一手 它是死的还是活的 黑旗再加一手呢 白旗基本上要量了 我觉得 问题是白旗 补这一招旗还要小心 不知道怎么补最好 你举个例子来说 你说你补这个 如果它走在这儿 这个旗是怎么回事 还不太清楚 它大概也就补的 如果补的老师 就补兽如财 没东西了 就这个意思吧 这个巨大 但是现在呢 十万火机是中间 我们接着看 然后是 黑旗断掉 黑旗断 121 122 对 黑旗223 这个挤是很要命的一招 这些接上 黑旗这扑是吧 提掉 飞 哎呀 这个飞又是第二个 这盘旗当中 我觉得我们对鼓励 要表示敬佩的一招 这招旗走 居然白旗动不了 这旗这么怪 先交换了两下 它团跟它交换了一下 因为它要杀它嘛 破它眼 它必须得挡住 对 要不然它一拐活了 接上 然后再飞着 现在的问题就是呢 在对杀的状态下 这块旗呢 黑旗有一只眼 对 而且下边这个旗呢 它不好紧 它得一口气到这儿 两口气到这儿 人家不理了 三口气你提掉 对 三口外旗 外边白旗 如果折腾不出 更长的气的话 里头对杀叫有眼杀无眼 这是肯定的 这是基本功 是的 当然了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被吃了之后 是不是就输了白旗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要看它怎么吃 哎呦 最后白旗一看之后 再贴 这贴 然后黑旗就挖街 是旗的唱首 就这一代呢 鼓励下得很猛 朴廷华呢 可能有一个良性的误算 可能有一个良性的误算 它现在接住 接不住了被断掉了 对 它冲这个呢 它就挡住它 对 它沾上的时候 它可以糊 对 这个地方太久 首先你不能加 这个加本来是齐形 它一进去你可以吃掉 是 但是呢 由于它有这个叫吃 又断开了 现在 所以你走这个的话 它一走这个 断掉了 你就傻了 是 因此呢 你要防它这个呢 你这边就必须接 接呢 它这个断不进来 是吧 它被吃掉了 人家一吃 接不归 这个断点 看起来有 实际上没有 你走这个也没用 你走这个 人家这个先手 这个先手 对 是不是 所以这个地方 看上去来就 哎呦 你要长 那么再去长 它这个棋不是很长的吗 在这又有一个怪招 就是小秋刚才说了 它鼓这个 这个简直没想到 我怀疑朴婷还没算着这个 它可能看漏了 看漏了 堵秒了 肯定是堵秒了 这个时候 因为前面需要大量的计算 对 不过这一代 它不看漏也没用了 现在也不行了 它必须提前 一点发现这个问题 这个班 班完了 刚才一个早班 当鼓励靠过来的时候 再班来不及了 你看这不是一个妖怪吗 它走这个 你说我这叫吃 断掉 得 它断掉 那你说行 我先叫吃 你补完了 我再打出去 就你先叫吃 人家长了 这个头又封住了 这气太紧了 没法伤 所以这个地方的问题 在于不能打 不能扳 因为它有断 但是如果你补这个 被人家一走 这个就封住了 最后你就说 哎呦呦 球战云 这个怎么样 这有点惨吧 这个就太幽默了 我们下的松缓一点 就这样吧 你这个好像也跑不掉 怎么看也跑不出去 对啊 因为你始终这个地方 嵌在一个这个 但是它不走 最要命的是 它有这个 它不走 它在绝对必要的时候 再走 这个也是围棋 在扭杀当中 有些非常玄妙的变化 它靠的就是什么呢 只有在这千分之一秒的时候 它这招棋出去正好 对 如果没有这个机会的话 它什么时候走都是束手 来不及 就这个很妙 由此呢 我们也发现围棋的招法 它的背后实际上还有时间这个概念 因为它跟时机连在一起 所以围棋一定有时间的概念 围棋如果有时间的概念 我们就发现 哎呦 它确实就是一个四维空间 因为长宽高是一个三维空间 加上时间这根轴 它才是四维空间 那简直围棋盘就是宇宙啊 而这有个时间概念 不行 那怎么办呢 朴丁华一看 他也很 这会儿看清楚了 是吧 只有长 哎呦 这个背 但这场也是血淋淋的一招 对啊 下边这招棋 究竟是白棋穿过来 还是黑棋汉街 朴丁云你评估一下 它值多少 这个 这个好像很难算出来 非常巨大 评感觉 25目 是肯定有的 评感觉 值多不少 对 30目吧 它本身的价值 要评估的时候 但是呢 现在黑棋不能接了 这一节人家会下 是不是啊 人家这个地方随便 冲一个 冲一个 随便一补就行 对 没办法 因此它就断 断掉 白棋把这个吃掉 一般的判断呢 觉得这个棋 黑棋居然还没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就是 当然形势是完全挽回了 对 但是并没有赢 黑棋靠住 不过也没有 未见得黑棋 这形势有多好 很难讲 这个党呢 也是稳健的一招 因为你不党呢 它下一步 这一横长的时候 你有点叫 浑身都在叫 不知道怎么下 最后 常探医生还只能接 那这两个子实际上死了不佳 所以朴天环跳这个 挡住 140 黑棋 赶快赶快赶紧 赶紧补掉 哇 这个是在几十年前 就残存了一个问题 占了一手 打结火 至少打结火 现在很可能会进火 因为它这个体有先手 在这边 补 你一补这个 当然它就挂这个 黑棋 赶快试一下 肩上 肩顶 抢控 抢控 这是对的 唯一有一招棋 觉得古力好像 他可能判断赢了 但是别的观战棋手 不认为他赢了 觉得形势差不多 我觉得能够 鼓励在 飞奔的这盘棋 满场飞奔的这盘棋当中 唯一一招棋 比较松缓 比较有优越感的是这个 小飞 就是我看到现在 才看到一招棋 鼓励显得有点优缓 有点自以为是 这棋我好了 控制一下节奏吧 那您觉得 它是不是应该 对啊 这个不是很明显的一招吗 这一招 这个白棋怎么弄啊 因为我不吃你 你只要把我这个变成实控 然后你没有空 然后我再收最后一个棺子 就肯定赢了 就肯定好了 难道我走这个 你还要这样来吃我这个吗 这个怎么可能 这太过分了 谁吃谁啊 对啊 这个中间我 不是铁后 也算是我人多吧 对 所以这招棋 是鼓励的是 觉得它缓了一点 我是觉得它可能稍缓了一点 因为它下一步走 这个稍微有点纠结 我觉得黑棋 形势不好的话 它肯定会站下去 对 就是这个形势 它是认为 我踩个刹车 是 这盘棋已经下了 快150手了 一脚刹车都没踩过 那不行 踩一下 然后黑棋 赶快进去 这个巨大 对 这个也跟我们广大的棋友 确实也就此在提个醒 你辛辛苦苦几十年 你下了大半盘好棋 甚至还吃掉一大块棋 由于关子收得不好 最后你输了 可能墨数还输不少 这个教训也是很血淋淋的 对 如果以银棋为标准的话 广大的棋友 当你们杀了对方一条大龙的时候 仍然不能放松紧棋 其实这个棋 黑棋好的有限 是 好 我们看 51 白棋52进角 黑棋53下立 黑一个 黑棋 黑棋挡住 白棋再退 黑棋打入 黑棋打入 这个脚上它基本上就是活了 但怎么活的 待会可以给大家再看看 这一打入 好手 一爬 你一爬 它就拐 这拐几乎是新手 这个脚上就是大飞 吃不掉它 它有虎是活棋 对 但是你这边有人帮助的时候 这一点 它那个情况就跟左下角一样 打结果 一点一缩小眼位 就是它必须加 就是你缩小眼位 它必须加 靠这个来打结果 对 这个加是白棋的好手 妙手 下别的就死了 一般这些就死了 这是加 它一叫植你绷级 它一立 你就接在这个笔上 缓在二三 所以这个基本功 给大家再介绍 这样脚上就是打结果 这样就近活了 所以这个脚上 实际上就意味着 并不干净 还没有活干净 黑棋在外边 这一带只要有紫 那么你脚上就要 所以鼓励一下这招 我们就明白了 但是这会儿他可能发现 这棋还突然在对方读秒的时候 一手控 发现这棋怎么 黑棋还没有赢定 要不然这棋应该下这个 这个最后 小跳 保证我连接 让你走了我就收官 这段鼓励还要追求一下 那么我们接着看 爬 爬 爬 黑棋挡住 漂定魂 这也是手筋连发 这棋胜负未定 看他们的棋真好 就像今天咱们白天 大家看的 鼓励对底事实 那个棋也好 加 这是手筋 真漂亮 黑棋这个只能接 因为你如果不小心一走 这个被他闷在这 这个地方要出什么事好像 对 至少人家这个阶是先手了 最高棋居然只能空空的单阶 该忍的时候也要忍 白棋在这纠缠 纠缠 他觉得自己可能是不太好了 对 这一班 我觉得可能是白棋最后的败招 小球 他如果说不下的话 他是不是先走这个 这个地方是一个棋 有个靠 对 这个地方是一个棋 就棺子是可以收的 如果他稀是宁人补的话 你挖可以做节 可以接嘛 可以做节 形式反正不好嘛 那如果说搬住怎么样呢 你搬住呢 他由于有这个 有这个 他这一挖也是打结 因为他走这个 你不能走这个 总体来说就是靠这个 有挖吃 有一个 是的 这个打结不是很要命 因为毕竟黑棋十分着急 可以走这个 对 它是通的 但是呢 他那边走出一点棋 你就要马上补 一不补他一吃一棋 他这个气也很长的 外边还有些小故事 另外再换一个说法 平平淡淡的下是怎么着 他都要酥一点 是不是啊 对 既然如此 那么何妨 唯恐天下不乱 那么要制造混淡的 这一招其实是一招 先靠一个 单靠 这地方确实黑棋 这地方确实黑棋有一些味道 这地方确实黑棋有一些味道 靠这个 好 我们看实战的下法吧 扳 它一扳 接上 然后它虎下去 在这 黑棋印得特别老实在这 黑棋就粘上 粘在这 对 它现在就没问题了 它现在粘在这就没问题了 因为你 你的明显是连不上的嘛 明显连不上的 我看看 一扳 一截 对 我们来摆一下这个地方的变化 是吧 一扳 然后它 小尖 如果你冲断 我们先看看 你冲 一段 最后就是 行白理者 半九十 眼看就要获胜了 你一招下错 就可能输掉 是吧 它有挖 挖 可以去打吃 打吃 然后它粘上 是不是不行 我们看看 如果你粘 它粘这个 那你想 那不行 那就 还是要靠这个 还是要靠我们这个 糊 做结 这样呢 下一步它也吃这个 就是闹大事了 如果你要结这个 那么这个葱 挡住 再咔嚓一段 这个结还是挺沉重的 这个有点麻烦 因为哪一方是死记结才多 它结才也没有那么多 这有结 对 这个非绝对结才 是 下一步点死 有结呢 当然白棋就是好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实际上 在我们的招法 两招之后 这个 朴廷环 它就投资认输了 对 就不行 所以它有个结 总是好的 那么这是一个变化 这就意味着呢 白棋在这个棋形当中 请大家注意 它这一挖了一股 在有条件的时候 可以撞这边一气 它就可以给你 闹出事了 有棋 这两个没有 这两个没有 对 它一挖一股 刚才我们所说的 这个单碰呢 实际上也是利用这个 此外就形状感觉来说 它是这样 它的来源是这样 等于你一挖 白棋要走的时候 一挖 黑棋只能吃 然后它这一抠打 你只能长 是不是 由于有了这个变化 我们就发现在 它长的前边 那个地方给它一碰 这不是就是 藤螺当中经常有的一招 它基本上 是这样来的 是这样来的 这个是不是会有一些 有一些变化 有一些乱 好 我们看实际上它是 它搬了一个 黑棋粘上 对 然后火 黑棋又粘上 粘上 这鼓励就很清楚 我只要把这个气弄得够长 你来 要煎的话 我给你切断就行了 带给大家看看 它煎一个的时候 它就把它挤断 这个挤就防了一个蛙 是的 然后白棋把这个冲了 冲这个要挡 对 长了一下 这个长也是读秒打浆 过了一下浆化 黑棋接上 粘了一下 粘了一下 这也是先手 黑棋印得特别结实 不然它有一个顶鼻子 顶出来 然后它粘 黑棋拐 这会儿它读秒读到 已经最后一分 手忙脚乱了 现在冲的气不够 我们来看它是怎么不够的 一冲它就要吃了 打吃接上 最简单就煎这个 还可以拖 煎了扳接也行 这样就挺好 煎了扳接就行了 煎了扳接就行了 所以最后下到这儿呢 这个 他们的比赛 刚才我们给大家说了 三番棋的第一局是 施展自己的个性 和风格是最好的 但是下到这个时候呢 读秒读到最后一分 确实很痛苦 这期没办法 最后被鼓励一旦 手忙脚乱 下一个级鼓励一接 这个朴婷环一看 都是高手 认输了 好 今天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您收看 再见 好 再次感谢二位高手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我们的文凭论道 到这里呢 又要和大家道一声晚安了 奇情天下 奇乐无穷 各位奇友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